相信提到张艺兴,很多的网友和粉丝们一定对他是非常的熟悉了,并且他不仅有着非常强大的实力,之前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也令人十分满意,许多人更是被他的人品所折服,现在也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艺人了。 在9月日上午,张艺兴的工作室,宣布和艺兴娱乐达成了合作,也着手准备组建一支新的团队,为张艺兴的个人品牌,以及往后的事业发展而努力,之后更是会出现一些衍生作品,例如音乐歌曲和其他的娱乐板块。 之后的这家娱乐公司负责人,也是发了微博回应,而内容也刚好是对方的微博名称,便是一起努力努力再努力。 之后有媒体因为他们所达成了的合作关系,特意联系了对方,杨天真表示会为对方组建一支新的专业团队来与林相关事宜,被张艺兴的经济工作负责。 并且他还对对方有非常高的评价,说他非常的具备一个一线艺人的素质,也有很多的优点,但是还没有被更多的人看到,所以此后也会努力,让大家看到他的优点,相信往后的合作会更加的顺利。 在看到这条消息之后,很多的网友和粉丝们都很激动,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无疑于是一个更好的开始,将来对于他的个人发展,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有很多粉丝表示,在与新公司合作之后,相信一定会给更多的粉丝,带来更加优质的作品,无论如何,都会非常的喜欢这个偶像,你对此,怎么看呢?